法律本身可以保護基本權力 亦可以用來壓制權力 在英國整個法治的觀念後面 我們不只是法律 而是法律背後的精神 就是要去維護公義 去保障個人的權利 這些才是背後的精神在裡面 否則法律是一把雙刃劍 我已經有很多年沒來過了 起碼有十年沒來過了 其實當時是中英聯合聲明開始談判 中英談判開始談的時候 當時來的時候想想想 我想讀一些對香港日後有用的東西 在香港讀不到的東西 而其實人權當時是一個很具爭議的項目 不是很多大學有提供的 MeraC是有提供的 你永遠不知道 究竟你讀的東西是否真的很實用 80年代讀的時候 沒有人知道原來我讀完之後 十年後香港會有人權法 然後發現原來人權在香港 有一個相當重要的地位在裡面 這間我們當時沒有的 這間是一間新的Alpha Bookstore 但反而旁邊現在在裝修的小屋 這間在19世紀已經存在了一間很出名的小屋 現在看到寫著Old Curiosity Shops 其實是迪庚斯其中一本小說的名字 這間屋是木造的 傳統上是用船 沉船的木造的一間屋 這間屋是我們當時上堂的地方 這裏當時有些咖啡室 那間Rice Bar還在 那時有時上堂 那年代仍然有炸彈威脅 Bomb Scare 突然上上堂 在景中大家要撤離走火警 於是大家便來到酒吧喝杯東西 這條街其實就是很多教授 學生就在這裏聚在一起 以前當未有手提電話 未有電腦的年代 留學生打電話回家 就是要拿好一大堆銀 就這樣入銀仔 現在人們不可以想像 不是用卡的 尤其是有一些特別的日子 例如說是年三十晚 打電話回家 跟家人拜年 會排長龍 於是你就要拿了一筒碎銀 不斷打打打 跟家人說沒錢了沒錢了 就收錢了 這個其實就是現在的英國高等法院 和上訴亭 是一棟有特色的建築 就長一百年的歷史 現在倫敦的主要民事上訴 都會在這裏 刑事會在歐比利那邊 這條街就叫做 Chancellery Lane 就在法院隔離 但是所有讀法律的人 都會認識這條街 因為Chancellery Lane 就和英國的法律的發展 是很有關係的 對面那種建築 就是英國的律師公會 律師公會的總部 就會看到 其實這裏就是律師公會 對面其實是對面街 我們剛才走進來那裏 那邊就是大律師 即是四個大律師訓練的學院 就是剛剛圍著這裏 而大家就以法院 整個Royal Court of Justice 法院為中心 這裏才會來的 前面還有一間有特別的裁縫舖 賣的假髮、律師舖 這裏是你當域用大律師 或資深大律師時用的 就是一年,即是Ceremonial 我們在開業的年代時要戴的 這些是平時上職 這些假髮是越黃越貴的 即是越黃越漂亮 即是說你是夠資深 即是越白色越乾淨的 即是說你是年輕的 因為通常你不會怎樣換 這個假髮是四萬多 這個假髮 你也是在這裏賣 我也是在這裏賣 也是在這裏賣 即是香港也要賣 香港沒得賣 因為這些是用馬毛做的 香港沒有人做這些事的 因為市場太小了 這裏就是Middle Temple 就是其中四間法律訓練大律師的地方 其中一個學院 這條由北到南的景區 到北到南的景區 到北到河邊 是無數電影電視劇拍攝過的外景地方 這個賣 這裏賣的歷史價值很高 沙士比亞的12 nights的首演 就在這裏 當日文說是沙士比亞自己在場的 亦都是王室會來過探訪 這些訓練的地方 我從1988至1990的時候 當時已經做了一輪工作了 有一點想過來充電 我應該在大概這裏的位置 向著隔壁在裏面 但沒有想過 因為來到不久 然後1989年就六四 因為六四事件 有個地方有遊行 香港有百萬人遊行 其實英國也有搞遊行 也有很大型的遊行 那次我有幫忙 主要是跟警方的聯絡 走到中國領事館 當時負責搞的 就是一班中國香港的留學生 其實就在這裏拆劃 甚至那時的Banner 去哪裏找Banner 找布 在這裏偷了床單 用床單來寫Banner 經過八九之後 香港政府是決定了 因為移民潮太厲害了 所以為了挽救香港人的信心 當時應該做了幾件事 一個就是起身機場 大興土木 一個就是加快政改的步伐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修訂人權法 其實這是香港政府的決定 既然修訂人權法的時候 剛剛我是做這方面的 變成更加覺得 我回去可能直接的 可能出分力的機會 是大過繼續在這裏做事 當知道香港要回歸 其實大家都知道 我們是面對一個很大的衝擊 一個衝擊就是我們自己本身 那套制度其實不是很穩健的 另一方面就是我們無可避免地 會面對中國大陸那套制度的衝擊 九七年之前可能我們只有六年的時間 九七之後我們仍然還有爭取 也有十幾年的空間去做這件事 可能在這裏培育了一整代的人 對人權法治觀念的重視 沒有人會想到二十幾年後的事 沒有人會想到二十幾年後的事 其實是二十幾年後的事 你都想想想 我想那是一個政治的藉口 其實會是 等於拆開遠一點的時候 其實做一些行政的位置 更加重要的是行政的經驗 你的社會經驗、人物關係 你之前的行政經驗 是遠遠… 你有沒有學位其實是完全無關的 曾經嘗試淡化這些恐怖活動的人 會是千古罪人 我希望這位法律教授 晚上睡得著覺 因為你可能令到全香港 都是充滿血腥 過獎 如果你能夠做到千古罪人 是絕對不簡單的 所以我覺得那些歌曲是過獎 當然睡得著了,有甚麼問題 你當它說笑就算了 有些事你不要那麼上心 上心不會改變到任何事 不如花點心血去做一些 有益有建設性的事 好過吧 一些無謂的批評 我可能只是反映港人 自己的心度 其實是很難做的 我們可以嘗試看看 看它是否給我們進入室內 如果是的話就可以進入室內 進入可以的 進入可以的 看看它有沒有開 我們背後就是英國的最高法院 就等於香港的終審法院 而我們看到整個建築群的概念 亦很有趣 因為對面就是國會 然後那邊其實就是政府大樓 外交部 然後後面這邊就是最高法院 其實你們看到三權分立的表現出來 權力是不會集中於某一個機構裏面 而唯有當大家有互相制衡的時候 才能夠避免一個專政獨裁的政權出現 所以其實三權分立 其實不是一些很洪水猛獸的東西 我覺得這個一定是一個警告 因為他們離任的時候 其實他們的聲明裏面指出 第一 他仍然是不認同香港是有司法獨立的 但是他覺得當社會 比如說民主言論自由 和普通法的價值越走越遠的時候 當你通過一些很嚴苛的法律 其實法院即使是獨立 能夠有所作為的空間都很少 我們有沒有司法獨立 我們有沒有法治 不是靠我們自吹自磊說有就有 而是別人怎樣看 而別人怎樣看是一個信心的問題 與其說我們遺憾他的決定 我覺得更加正面就是 你不如做一些事情去贏取 國際對香港司法制度的信心 這裏就是英國的最高法院 在重要的案件的時候 是全體法官會坐一排 而你看到他整個設計 就是好像一個會議室一樣 各法官和被告原告 其實是平起平坐 就體現一個法律面前的人 平等的一個概念 你從香港 香港 所以你很相似 對 我們的中心法院 其實你看到官和律師的層次 隔很遠 這裏是相當近 還有那裏是走到中間 然後好像很透露 整個設計令到你很舒服 在這裏層次的時候 在這裏層次 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對 有什麼感覺在這裏 我會在這裏層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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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亦都可以用來壓制權力 在英國整個法治的觀念後面 我們不是只有法律 而是法律背後的精神 就是要去維護公義 去保障個人的權利 這些才是背後的精神在裏面 如果不是 法律是一把雙刃劍 很多法律本身可能是 條文是比較陷糊的 那你怎樣去演繹 詮釋法律的時候 其實它們都是圍繞著 我們怎樣令到這一套制度 是可以去維護公義的 我們現在看到 開始有一批未審先判的人 其實大家都覺得很不對 如果沒有人去爭取這些事情 法院不會去自己看的 這些問題是 所以我想這個是可能 在整個法律制度裏面 我自己做了三十多年 你是要信那個制度 制度本身是有缺陷的 制度不一定是可以 在每一宗案件裏面 甚至可能在一大批案件裏面 未必達到公義 但是整套制度的建立 就是它為了追求公義的時候 它是有辦法是可以達到的 不過你是要爭取的 我覺得現在就是 其實是面對這個大的決策 我可以不信制度的 我絕對尊重你不信制度 但是不信制度之餘 你可以做些什麼呢 制度不會因為你不信而改變的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個人的抉擇 而對一個在制度裏面 工作了這麼多年的人 我會選擇 我仍然去嘗試在制度裏面 去尋求改變 在制度裏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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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令我自己移民、寄居 就算沒有2019年的事 可能我自己的理想生活 都可能是每年有些時間 留在香港 一些時間可能在英國 一些時間去其他地方 那種身分的認同 不一定要說 我一定要留在香港 才是一個香港人 就算我不在別處 我想我仍然會記掛香港 這是不能否認的 你離開後仍然會繼續關心 因為始終這是你成長的地方 即是你經歷過 你生活過的地方 你不會忘記它